很多人把菜市场里面捡回来的鲫鱼 不知道怎么吃 今天我教你一个新吃法 家里有小朋友的 您一定要学会 首先把全带菜用冷水泡发 只需一点点就可以泡发很多 它的含盖量是牛奶的十倍 鲫鱼煎至八面筋房后 加姜片 尿酒 一定要加开水 锁住营养 把汤煮白之后 虾豆腐 继续加盖 煮15分钟 再放全带菜 煮3分钟 放盐 胡椒粉 调味 出锅之前放点枸杞 一定要给年的孩子 多喝鱼汤 聪明又能力 好处多多 喜欢你就赶紧试试吧